就觉得这啥房子呀 我是看你是学生才租你这种便宜的 所以当时是满怀期待的去看到这个房子 这老外怎么也有片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Randal 我是Echo 我们上期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了 我们在温哥华这边租房的一些经验 那么如果没有看过朋友可以看这里 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个人的租房的一些偏好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差一点上当受骗的经历 希望大家能避雷 那关于我们找房的偏好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尽量找一些半地下或者地上的房子 因为这种房子光线稍微好一点 如果是地下的话可能光线比较差 而且因为温哥华这边雨天比较多 相对来说可能会潮湿一点 有时候呢如果房子比较老 甚至会有一些老旧房子的那种味道 第二点呢 第二点我们觉得可能如果一个房子和房东合租 另外一个房子不和房东合租 我们可能更倾向于选那个不需要和房东合租的 因为呢你跟房东住在一起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房租里面是包含了水电网 那可能房东就会有时候觉得你哎呀你做饭多的多了 你洗衣服洗的多了 洗澡洗的贫了就会有这种小问题 他也不会怎么样你 但是呢你时间久了你会觉得可能有点烦 对吧他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去管的你 但其实我们觉得租赁关系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他如果这样就是来来回回的去约束你 你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小心翼翼 住的就没有那么自在 对假如说这一个房子里两个都是租客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 那用电什么的我觉得就无所谓对吧 反正用嘛用完之后大家平摊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两边都还比较正常用的 对就是花多少用多少呢 就大家也不会有那种约束感 那这次我们看房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体会就是房东要的价不一定是合理的 我们至少看过两三个房子是这样 就是房东要的其实比市场价格我觉得要高出不少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很小的一时一厅 他连厨房都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的电磁炉 他就在一拐角的 他就要1500 他可能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客厅打 那这个价格这么高 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加纳利利息比较高 所以很多房东把利息这一部分转嫁到租客身上了 就导致现在租房市场整个相对来说比较贵 但是大家看房的时候尽可能的多看一下 那这样你就会对房租的这个整体的行情有一个了解 不会因为有一些房东就是故意抬高价格 而导致你以为这就是合理的价格了 对就是多看一下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这些房东都会跟你说 哎呀1500不贵了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看你是留学生才租你这么便宜的 所以大家呢看好要多看你 他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看法之后避免租到特别贵的房子 那再回来说到这个看房的过程 我们从11月开始看到12月 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闹心的 因为一开始你觉得高贵林那边1300 1400能租到一个一室一厅吧 后来你发现1500的房子都看起来非常的一般 对 然后就是你看着图片还行的 你实地一看就觉得哎呀这啥房子呀 然后如果你觉得比较满意的房子 一时听可能真的要到1800以上了 所以就是不断的在提高你的这个预算 那1800以上的话 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我们的预算的 所以这个看房的过程其实还是挺闹心的 其实我觉得温孟华这边的房租还是挺高的 因为假如说普通的entry level的工作 你全职工作一个月 你的税后收入可能是在3000左右 那你房租可能要去掉三分之一 对吧 至少吧 对呀至少 你要租公寓的话 那感觉大部分都用来租房了 可能就没钱吃饭了 那最后再说到我们开课的时候提到的 租房的时候差点被骗的事情 顺便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避免租房被骗 那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当时呢 在这些华人的租房网站上看了很多了 就觉得这个房子太贵了 我们要不要找个老外看一看 对吧 老外是不是会稍微便宜一点 我们就在那个credit list上面去看 刚好就看到有一套房子 那套房子呢 几乎就是在我们原来住的地方马路对面 对吧 特别的近 然后一看 一室一厅的apartment是吧 900到一个月 但是我想 这是老外 您风过于纯风了 然后就想着说 哎不行 问一下吧 问一下也不会怎么样 就问了一下 那老外这个租房就比较 繁琐 你要给他发个件 你要讲一下自己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封有件给他 就是说我们就住你们马路对面 然后呢 能不能去看一下房非常近 然后这个房东就回了邮件 就说谢谢你们感兴趣我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我很珍惜 但是因为我工作原因 我调到别的省份去了 我不在温哥华 然后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经纪 对 所以我把钥匙啊和那些文件什么的都带在身上 然后他编的呢 就是很有细节 又说自己和老婆是去干嘛了 然后去 我记得当时说的是温妮博对吧 嗯 他说了他们是干啥的啊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他们有个女儿 就是介绍的很详细 但是说实话 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还挺意外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联系这个老外的房东 所以我们以为老外租房都是这样 给你详细的介绍他的这个背景的 然后最后他们的要求就是说 因为他们很看重自己的这个房子 所以需要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会怎么好好的照看这个房子 你要展开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我们觉得 哦那可能风格就是这样吧 我们就马上就回了一封很长的邮件 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 我们俩是干啥的 然后我们之前租房的一些经历 以及收到房东的一些评价什么的 都给他发了过去 其实还是蛮长的一封邮件 写的还挺认真的 我们写了一封非常长的邮件 而且我还把什么之前在RMBNB的各种评价 还有RMBNB的房东的推荐信都发了过去 我想着哎呀人家不差钱 就想找个好人租吗 那我们就好好写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材料 向他表明说我们会是一个靠谱的房客 这封邮件发完之后呢 我其实就想说这房子特别近 它真的就是在我们马路对面 我们不如就出门去瞅一眼 看看这房子到底长什么样 是个公寓吗 对因为另一方面我们感觉 我们这人还挺不错的嘛 应该租到的概率也很大的 所以当时是满怀期待的去看到这个房子 然后我们就出门了嘛 出门之后其实走到那 我觉得基本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们就非常的疑惑了 因为那个公寓是什么 那个公寓是一个刚刚修完的公寓 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是他的新owner 搬家的那天 对去拿钥匙的时候 对就整个公寓楼都在搬家 然后其实你可以在他那个门口那 他有一个那个电子屏幕 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房东的名字 那我们当时出于好奇也去搜了一下 确实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死心 我们本来想说要不就要去物业那里问一下什么呢 回来想一想还是算了 然后在我们回去的路上 我们就收到了这个房东的这个邮件 这个房东呢就是说 哎呀你们俩人真好 我就租你了 但是呢你要填个表 就是有些什么什么信息什么的 他就是死活不让我们看房 对吧 他就是跟你说 OK那就租你了 这时候我就其实已经觉得肯定是骗子了 对吧 我不可能新买个公寓 我900块钱就租出去 而且是他连你都不知道是谁 就这样啊 就是你会觉得过于简单了 那这封邮件呢 我觉得他就露出了自己骗子的马脚 对吧 首先呢 他完全忽视了我们对于看房这个事情的要求 他就当没看见 我们其实每封邮件都跟他说 我们想实际的看下房 他都没有回应我们这个要求 第二点呢 他就是说那你把表填一下 那我呢就告诉你如何支付这个押金 然后你把押金交过来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文件和钥匙就寄给你了 那么就可以了 当时我收到他那封邮件稍微一琢磨 我其实挺沮丧的 这老外怎么也有骗子 但这骗子我觉得他就是梦想也不高 就骗你这个押金 骗你450块钱 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知道他是个诈骗了 因为除了之前他一直不让我们看房之外 我们再看了一下他当时挂租房的那个照片 所以他有哪些可以去识别租房诈骗 那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房东他不和你见面 他可能会有各种理由说 我在外里或什么我不方便之类的 对就是避免跟你去in person的见面 我们其实也碰到过这种房东不在本地 但是呢他一定会请一个朋友或者经济来帮他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因为你肯定是需要去实地看房的嘛 对 第二点就是通过你给他网上这么一个介绍之后 他好像就跟认定了你一样 就觉得说啊你就是我们看好的租客了 你可以随时搬进去 就算你还没有看房子 这其实是很奇怪的对吧 第三点呢其实就比较重要 在你签合同之前就抄你要嫁金 那这也是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注意事项里提到的说 如果你在没有签合同的时候 不要给房东钱 因为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 第四点呢其实就是不要贪便宜 这个价格如果太低 它是可能是有问题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房子 它一个新盖成的公寓 那正常的一个新盖好的一室一厅的公寓 它怎么也得租两千吧 这可能都是说的太低了 对 它呢只要900 这显然是有点问题 对就是too good to be true 这真的就是不要看这些便宜 天上没有掉线点的事 第五个点呢 其实我们不是很理解原因 但是呢就是它的listing 它对这个房产的描述 以及跟你聊天的过程中 它有很多的错别词或者语法错误 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片子连这点都做不到 对 反正网上的这些这几个点 我们是每一条都中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一翻这些信息 避免在租房的时候被骗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总之呢大家这个找房租房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多留个心眼 多看一看 不要贪小便宜 总归是能找到合适的房子的 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这次租房的丰富的经历 如果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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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